Hello 大家好 我是Celsior 非常高興我們今天就透過影片來跟各位聊一款非常有意思的車子 這款車子其實在路上能見度非常的高 而且我相信各位一定也在路上看過這個車 每天我們都會看到這個車子 畢竟我們每天的生活都需要這種車子的幫助 但是像我這樣子的人要接觸到這種車子非常的困難 但是我對這個車也是非常有興趣 究竟我們今天要介紹哪一款車呢 各位聽到這邊是不是有點端倫了 沒錯 我們今天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商用車 在我們節目录制的當下 我們此前已經有跟各位介紹過一台Volvo的大貨車 我們今天來跟各位介紹小貨車 那這個車子其實我在拍影片之前 我也稍微開了一下 這個車子真的是蠻有意思的 以前我在搬家的時候也跟租車公司借過了一台 的確這個車子開起來掉掉了 跟我們一般轎車不大一樣 好的 是不是你已經大概了解我們今天要介紹什麼車呢 沒錯 我們今天來跟各位介紹台灣路上很常見的三頓半小貨車 今天我們的主角是哪一款呢 來 我們今天的主角是這台 將將 我們來跟各位聊聊Isuzu的Elf 這個Elf這個算是日文的念法 台灣翻譯的非常棒的一個名字叫做一路發 然後一路發這個名字呢 Elf E-L-F是什麼意思呢 它其實是一個小妖精的意思 是一個童話故事的小妖精啊 那當年為什麼要取這個名字呢 因為你也知道嘛 Elf這個名字在日文念起來不會是一路發了 他是希望這個車像小妖精一樣很流利的穿載在市區 穿載在大街小巷一樣來頒有運物 所以呢 以宿主最早期的這個小型的貨車呢 就一直用Elf這個名字一直沿用下去啊 當然現在呢 他已經不用這個名稱了 我們覺得有點可惜啊 現在呢 就直接用底盤的代號去代稱什麼NK啦 NM啦 NP啦 什麼的啊 不像以前啊 都是Elf啊 然後再來去區分他的型號 那我們在台灣都知道 台灣的三頓半呢 主要是三分天下 就是三菱的夫手 Kino的這個300 也有人叫做這個Dyna Dutro 那還有就是Isus的Elf 這三款車子三分天下 從以前到現在呢 都是基本上都是這三款選擇 你說有沒有別的選擇呢 也有啦 比方說像之前的中華汽車呢 導入了對岸 中國大陸的技術呢 搞了所謂的新達 那還有之前呢 一度順意有生產過所謂的福田 但是呢始終沒辦法撼動這 這個三大家族的勢力啊 不過蠻好玩的是喔 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覺得 TENDA的三頓半 算是這個市場中的佼佼者 它的銷量是最好 而且它的售價是最貴的喔 那麼再來是Hino 再來才是Isuzu 但是這幾年呢 這個KENDA的銷量 有慢慢的往下滑 那麼Isuzu跟Hino 逐漸往上升的趨勢 尤其呢 Hino好像是在上一代吧 開始標榜它的引擎特別大顆喔 我們現在看到這種 Isuzu也好 或是KENDA也好 大部分都是3000CC的 這個材物渦輪增壓引擎 但是呢 Hino從很早的時候 就改成4100CC 就是它載重的能力 會比較好一點啊 那講到這載重能力呢 等一下我們跟各位說 這台車有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喔 可是呢相對的 Hino它排向比較大 它每年的穗金也會比較重 然後呢 它的油耗也會相對的比較重一些 但是這要取決於 你載的重量如何啦 像我們一般在開轎車來講呢 你的油耗呢 取決於你的黃金右角 但在貨車來講 像我們現在在PiPen的當下 後面的貨斗是清空的喔 那這種貨斗清空的前進下 其實它這個車子很跳 油耗其實是不好的 那相對如果你有適度的載重呢 在一定的程度之下啊 然後在一定的速度 它是最佳省油 它有個最棒的一個配重比啊 這個煤台貨車的配重比不大一樣喔 那麼這種車子呢 基本上 跟你的黃金右角有沒有關聯呢 多少有一點點關聯啊 可是貨車畢竟它是柴油引擎 柴油引擎不是說 你油門踩得重 它車子就會跑得快 不一定喔 因為柴油車 它就是有個最大扭力的區間 你過的最大扭力的區間呢 你再怎麼踩 其實這個車子就是引擎聲音比較大而已 這台車子會跑得比較快 那可能後面的黑煙會噴比較重而已喔 那我們今天呢 非常有意思的 我們跟我們的壞朋友呢 借到了這一台一路發 ERF這一台車子喔 那這台車子呢 是當年在台灣 由太子汽車所生產的版本喔 那它有分130匹馬力的 跟150匹馬力的 那這台屬於這個 比較猛一點的150匹馬力的 所以它這邊還幫你寫了一個 Strong Power 150 PS 其實我們實際上開講 真的這個動力真的是還蠻充足的 那但是蠻好玩的是喔 這種車都是 你看它這邊有寫個 Turbo Intercooler 有涡輪的 有中冷氣的 但是其實這個車子 涡輪磁質 還有涡輪西亞法的聲音 並不是非常的明顯了 開起來算是蠻輕快的 因為我之前幫人家搬家 我有開過那個 靳永 Nissan The Capster 各位說欸靳永 你剛剛講的三大巨頭 沒有靳永 靳永其實已經退出台灣市場 退出很久了喔 那靳永那個車子 我記得它烏輪開不開呢差很多 可是呢 油耗也差很多 力道差很多 油耗也差很多啊 那反正這款3.5一路發呢 它的烏輪有沒有開啟呢 其實我感覺不是認出來 而且根據我們的車主表示呢 烏輪有沒有開 跟油耗的關聯度也不是很大 畢竟我們剛剛講了 三頓半這個車子 它有它的扭力的 這個美好的甜蜜帶的區間 你只要把握這個區間 其實這個車子省油性也算是不錯的喔 好那這台呢 是當年太子所生產的 就是台灣生產的版本的一路發 後來呢太子結束營業了之後呢 就改成了這個原裝進口了 就是台北合重汽車 就香港的大商行來轉投資喔 那麼這一批的一路發 有個很大的缺點是什麼 我們剛剛講啊 太子汽車已經這個血液了喔 所以呢 這一批的一路發呢 對不起它不能改成五噸的 好這邊跟各位介紹一下 其實台灣長時間以來啦 都是說這個三噸半的車子呢 是總重3.49公噸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車子包山包海包人包油包貨 只能低於3500公斤以下 各位說3500公斤以下好像也蠻重的 你不要想太多喔 來我們這台車子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主角這台車子 這個車子呢 它本身呢是這個算是金屬的貨斗 這個不算是完全的白鐵斗 因為這個稍微有點生鏽 然後它還做了一個升降的尾門 基本上呢這個車子加上我 我再以我的身材再帶一個這個助手 空車我們後面啥都不在喔 這樣已經三噸了 你說這後面可以載什麼東西 講白了這個車隨便載隨便操縱了 所以呢 後來被這個民眾抗議了之後呢 那麼有關單位呢 也算是順應的民情說 如果你的製造商可以出去證明的話呢 你這個車子是可以把它改成載重5噸的 好前提是什麼 你的製造商要出證明來太子汽車已經倒了 誰給你出證明啊 所以呢這一批一路發呢 對不起 它就不能改成5噸 它就只能是3.49公噸了 反過來是什麼呢 路上的條子啊 條伯伯就很喜歡去攔這種車子 因為基本上有攔有機會了喔 這個車子呢很容易超載 而且呢我也問了一下我們這車主啊 這個攔檢 那難道他在地方上前面攔檢嗎 他說不是 現在呢這個科技先進啊 這個在平面道路啊 我們在台灣的巡邏車有那種黑白車嘛 俗稱的這個黑白車 這個黑白車直接攔 然後呢用動態地棒 什麼叫動態地棒呢 所以他拿4塊板子墊在地上讓你去壓 我說這個4塊板子這樣子準嗎 他說警察說準就準 所以呢這種車子警察其實很喜歡攔 因為他知道你這個車子隨便在 欸各位500公斤啊 你看後面這個貨斗這麼長一個 500公斤隨便在隨便保嘛 是不是 甚至像這個根據台灣這邊的法規是規定的 你最長的貨池可以到 我不知道是貨台還是總長啊 就到14尺半啊 14尺半你這種三噸半 你說500公斤14尺半 你隨便躺幾個人都已經超過500公斤了 對不對 所以呢這種長貨抖的車子 三噸半的車子更容易超載 尤其是這一批太子的三噸半啊 因為太子已經不在了 所以他不能改成五噸啊 這個就是比較困擾 那我也就很好奇啊 那這一批車子為什麼當初啊 他這個我們車友買到現在還留下來 他說因為這批車品質真的是不錯 開到現在還真沒壞什麼東西 甚至他們家裡面還有另外一台這個Kenda啊 這個扶手的車子啊 他說那個車子小毛病比較多了 那當然呢 我們之後也會跟他這個借來這台扶手來開開看啊 再拍一個影片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Mitsubi扶手的Kenda啊 所以呢他一直覺得這個車真的品質是不錯的啊 所以才一直流動到現在 而且他們家要載的東西其實密度也不是很大啊 變成說那個東西呢 這個空間稍微大了一點 但是呢不是很重 所以要超載的機會也不是很大 那他也跟我補充啦 其實內行人就知道 貨車這種東西他完全是客製化的 因為他們家當初買來的也是這個底盤車啊 然後呢這個貨斗啦 還有後面的升降台啦 還有這個貨桿啦 也就是按照每個人所不同的需求去打造啦 像他們這台車子很好玩 當初呢像我們看到這個我們閩南化俗稱的賓納 就是它的側板 這是木頭的 但是呢它底座是鐵的 因為呢他們家要載的東西呢不適合用木頭的地板 所以他們把木床呢把它給廢掉了 當初交車的時候買的是木床了 但是旁邊這個賓納呢就一起來了 然後再打造一個這個升降的鐵斗 所以呢就可以知道他們家的東西呢 呃用直接搬 雖然說不是很重 但直接搬比較麻煩 乾脆用這個台車啊 直接把這個升降微斗這樣拉起來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呢 他說這個固定架呢也是有學問的啊 像有一些車子呢 他可能需要比較高聳的東西呢 他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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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架子啊可能就要稍微突出來一點 或者說呢像有些搬家具的 他這個賓納呢就會稍微外擴一點 所以他說基本上你看這個貨車 你不一定要看他旁邊這個區的公司的名字 你大概就可以知道他可能是做什麼行業了 再舉個例子啊 如果今天你是做水產業的海鮮業的 那你的這個鐵斗呢可能就整個是白鐵的啊 為什麼呢為了避免你生鏽 甚至後面這身上尾門呢也要做這個白鐵的 那這樣相對這個成本就會比較高啊 然後呢重量就會比較重一些 可以載重的空間就不是那麼的大 所以呢這是商用車的一些有趣的學問啊 其實坦白說啦這台車子呢 因為我平常也不是開這種送貨車在工作的 所以真的很多學問呢我們都是第一次聽說了 這個車真的是蠻好玩的 來我們首先來跟我講喔 商用車為了要空間的關係 所以他基本上都是做這種沒有車頭的 那他引擎在哪裡呢 引擎呢就是在你的我們男人的淡淡的下面 也就是這個座椅的下面啊 那你說平常怎麼維修引擎呢 平常維修引擎就是這邊有三個這個 這個安全開關 你把這開關拉起來之後呢 他會有個停桿 然後你就直接在那邊修引擎了 引擎啊水箱啊什麼東西都在那個地方 但是呢這個一定要切記喔 要特別的小心 你在維修引擎的時候那個撐桿撐起來的時候 一般老師傅呢還會在那邊拿一個木條 把它給撐著避免那個撐桿軟化了 還有就是當你關起來的時候 一定要確實把它關緊喔 我們這邊就不示範給大家看這個怎麼打開跟關起來 因為我剛剛試了幾次喔 我其實手路沒有很順 而且這個東西真的蠻重啊 我們安全起見呢 我們讓車主確實把這關上之後呢 我們我就不太敢去開了 因為之前在台灣有個新聞就是有個消防車子啊 好像剛驗完車之後 開了半換這個貨斗子自己升起來 哇這個非常的危險啊 我們為了避免在安全運動的時候 我們這個就先不示範給大家看 那滿好玩的是 他既然引擎在下面 那這個算是什麼 中置引擎嘛對不對 可以啊 他算是在 他算中置也算中置吧 因為他在前走的上面 應該算充置啊 然後呢 他會造成一個問題是什麼 來 他的引擎佔領的這個淡淡的下面 所以呢 他這個引擎會蠻熱的 那一路發這個車子他蠻有良心的 他這邊都是鋪這個熔毯 那像有些車子 同級對手呢 有些車子他這個熔毯非常的薄 甚至他沒有下面還有一個隔音毯 這台車子下面還有一個這個吸熱毯的一個設計 我們這邊 我可能要繞到另外一邊去才看得到 如果你沒有那個吸熱毯 你真的下面會很熱啊 尤其我們這樣子開長途送貨 像由台北送貨到高雄啊 你整個人大概也半熟了 像他們有時候他們有時候放一些飲料啊 什麼的啊 放在這個這個上面呢 哇這個真的都熱起來 好你看 這邊有這個隔熱棉 這台一路發這個做的還算是相當的不錯 所以呢這個車子 第一個他為了節省空間 所以他讓你的人坐在這個引擎上面 相對的就會造成一個安全上的疑慮是什麼 你沒有什麼緩衝空間 人就是保險桿的一部分啊 但是呢 這樣的好處就是 後面的載貨空間整個都釋放出來了 那所以呢這個車子真的蠻好玩的 我們再舉個例子啊 像這個車子 我剛剛也問他 請問這是什麼 這是進氣孔 進氣孔 這個就是空律 所以呢這個車子其實涉水的深度蠻高 像他跟我講 之前五谷有淹水的時候呢 很多小轎車都不敢過 他看那個水位的高度還沒滿過整個輪胎 就慢慢慢慢這樣開過去 OK沒有問題的啊 這種三噸半的 它的涉水能力還算是強 那麼這個是油箱 而且各位可以發現喔 這個油箱蓋沒有任何的這個防盜的設計啊 那更好玩的是他對面的電瓶啊 對面的電瓶呢 也是直接摟露出來的啊 我們我們帶來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真的很有意思啊 我們都覺得 哎呀我們叫車啊 以前整個段時間那個車子容易被偷汽油啦 那麼電瓶容易被偷啊什麼的 你看這台車三噸半啊 你看這個電瓶 你說有什麼防盜嗎 就這邊綁個鐵絲而已啊 就兩個電瓶這樣摟摟在外面啊 對不對 他是說啦 第一個柴油比較沒人偷 因為在台灣呢 如果你真的要便宜的柴油 你去加那個漁船用的柴油 當然這個合不合法 各位自己去評估啊 你去用漁船的柴油 就比較省啊 你偷這種一般車子用的柴油呢 你要賣給誰啊 對不對 第二個就是現在電瓶也不大流行被偷 前一陣子比較流行被偷 這個比較困擾 那現在呢比較不流行啊 所以呢 這個電瓶放在這邊也沒有人要管 那各位可以發現喔 這個電瓶蠻有趣的 這個車是雙電瓶的 那車主跟我講 這個雙電瓶喔 有個缺點是 這台車是24V的 所以呢 如果路邊正好遇到有人 車子沒掉啊 大哥借個電好不好 這台車不能借 因為你借的你是24V的 人家一般是12V的 你這樣一借下去 對不起 對方的這個車子電路系統 可能會燒掉 你呢要把這個 這個應該是串連 你把它串連呢 把它給脫開 他說這樣很麻煩啊 所以一般他們這個車子 是不給人家救電的 相對的這個車子 如果每天要繳人家救電 也是相對比較麻煩一些喔 只是這台車一個 設計一個蠻奇葩的地方 這車子還有另外一個 是奇葩設計地方是什麼 是它的排檔 等一下我們介紹到室內的時候 會跟大家講一下它的排檔喔 再來呢 這個是一台三噸半的車子 所以它的輪胎啊 跟我們上一次介紹 這個Volvo的FM的輪胎呢 又不大一樣喔 這個輪胎呢 它是目前我們這樣看起來 這個是前後配的 就前輪的輪胎稍微大一點 後輪的輪胎稍微小了一點喔 那相對的 它前面這邊輪拱裡面 比較沒有像Volvo那種大噸味的車子 有一堆電子結構 所以 如果這個車不幸發生爆灘喔 至少維修起來 比較不會那麼的貴 但是這個很大的缺點是什麼 這個車子很容易翻車 這個我也是聽我這個車友講的啊 他說 在這個高速公路上面呢 很多大車呢 會有這個無線電通通訊嘛 對不對 以前呢 這種三噸半的小車的代號叫什麼 叫多而滾 因為這種車子呢 很多 而且很容易翻滾 真的 尤其呢早年啊 這個 我們現在看到這台車子 它是後雙輪的 早年的車子呢 沒有配後雙輪 只有後單輪 哇那個車子 重心又高啊 那搖搖晃晃晃的 還容易翻車 所以這代號叫多而滾 那現在呢 有的後雙輪 還有一些什麼安全性的 一些配備什麼呢 相對三噸半的車子 比較沒有這個樣子了 但是呢 如果三噸半的車子 爆前輪的話 那非常危險 基本上都會翻車 那這個 所以平常呢 它也很重視安全 所以你看它前面用的是 Yokohama的啊 那或者是米其林的啊 他說這個人算是 很捨得花 我有問他 你這樣一車份六條輪子 如果都換新的要多少錢 他說這樣換起來啊 前輪比較貴啊 但換起來大概三萬多塊錢 台幣啊 真的是不便宜啊 那我們再來看到它的後輪啊 後輪呢 它真的就是用米其林的啊 這個真的是真 這個真的沒有在蓋的啊 米其林的這個後輪的輪胎 當然就是所謂的貨車胎 所以有個C字樣 而且呢 這個我們看了一下 這個輪胎的造型呢 是185R14C啊 所以它的胎壓其實沒有非常的大 不會像我們之前介紹那個Volvo 那種大盾位的啊 它這個一爆胎 可能你的主輪都會被打歪 這種車子基本上不至於 而且他跟我講 這種後雙輪的車子有個特色 如果你真的爆胎了 你要硬開不是不能開啦 只是比較危險的一點啊 那我有問他說 那這樣爆胎你會不會沒感覺 他說這個多少還是會有點感覺啊 多少還是會有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備胎 只是這個備胎是前輪的尺碼 那我有問他 那何不把前後輪改成同樣的規格呢 他說 除非你把前輪縮起來 那前輪縮起來太危險了 反正說後輪加大呢 那個魔耗也會變大 所以一般的前後配啊 如果原廠出來前後配 那就讓它前後配 畢竟貨車輪胎是生財工具啦 雖然說開銷大了一點 但是沒關係 至少你可以爆帳爆發票 這他跟我講的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好那接著呢 我們就來跟各位講講 它的內裝的部分 啊講內裝部分 外觀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跟各位講 來來來來 這種車子呢 商用車呢 畢竟是以生財為優先啊 所以在開銷上來講 能省就省啊 那麼這一台一路方呢 它也是也延期了這個傳統 它的尾燈啊 它的尾燈呢 是這個三塊獨立啊 就是你破哪一個就換哪一個啊 破方燈就破方燈 煞車燈就煞車燈 倒燈就倒燈 像當年呢 玉龍生產的那個進勇啊 它就有個缺點 它那個尾燈是轎車的尾燈 是那個速力321的尾燈 也就是Sony B12的尾燈啊 它那個很大片 然後一塊一塊啊 整個都要換啊 非常的麻煩啊 所以像那個Kenda也好 或是這個Eluv也好 它都是用這種獨立式的 而且滿好玩的 它這個都是金屬螺絲啊 那它有跟我講 如果這個常拆的話 這個的確容易裂開 但是如果你這樣子放著 其實這個東西還算蠻耐用 不像義大利車 你鎖這個金屬螺絲到這個塑膠殼呢 這個硬碰軟啊 容易裂開 這個倒是還好啦 好那這是我們簡單 跟各位講一下它的尾燈啊 那外觀還有一個東西啊 我剛剛想到還有一個東西可以講 就是它這個後製鏡 他說這個後製鏡 你去看喔 它為了要這個面積大 所以為了要照明的廣度大 所以它這個面積很大 然後他說這個其實久了喔 在開像是賓海公路那種風很大的地方 真的都會被吹歪 所以他說它裡面 這個球頭裡面呢 有做了一點那個束帶去做強化 讓它比較不會歪掉啊 好接著呢 我們這個講完外觀之後呢 來跟各位講內裝 那在講內裝的時候呢 這個門板就有很多學問可以講 首先第一個這個門板打開呢 其實貨車的門板 它並不是很厚啊 它是薄薄的一片 但是還有說呢 這個厚度還是稍微厚的 所以他說這邊都已經裂開了 他說這個不是撞到 他用久了 他們也沒有說特別開在海邊什麼 這個都已經裂開了 這一點讓它有點傷腦筋喔 然後呢 貨車為了方便上下 其實你注意看喔 貨車它的門的開啟角度很大 可以到90度 注意看喔 90度喔 不是將近90度 是90度喔 當然啦 我們在開這種貨車車門的時候 一定要特別小心喔 你不要讓那個風這樣一吹 吹過去 他們有說 某一些比較新型的車子喔 你這樣一吹喔 風一吹喔 A入反而會變形 或者說這個門的這個門鎖啊 這個六角 這個腳接觸反而會壞掉 所以這個一定要特別的注意 然後呢 這個車子呢 因為它的引擎是在你的蛋蛋的下面嘛 所以你要登車的時候 要踩這個燈車的踏板 然後這燈車踏板蠻好玩的 各位你發現喔 它這個燈車踏 它這邊還有一個凹進去 所以你門關起來呢 這邊有個空間嘛 然後他就跟我講喔 有一些大車啦 就是這種小車的話 這邊空間比較小 有些大車呢 那司機喜歡這個 把鞋子放在這裡 這樣子就不會帶去車子裡面 光個腳開車 腳感比較十足啊 那像他呢 他有個習慣就是 車上如果有一些油膩膩的 一些便當什麼呢 他就把它放在這邊 不會掉下去 一路從這個南部開來北部呢 再去找休息站才把它丟掉 剛剛好喔 所以這邊地方就是一個小小的置物箱 那你如果是那種比較大頓位的貨車呢 可能有兩三階的 每一階都是個置物箱 當然你要小心一點 下車記得 不然你踩到這個 你可能不小心滑下來 這個是他跟我講的有趣的地方 然後呢這個貨車呢 他也蠻有意思的 這個車子呢 已經被了電動窗 但是呢我覺得一個很好玩的設備是什麼 這邊電動窗有電動窗鎖 我就很好奇問他 這電動窗鎖是幹嘛的 他說就是鎖那個車窗 我說鎖這車窗有什麼意義 他說之前有載過小朋友了 小朋友的確這個東西比較安全 可是話說回來 小朋友可以不可以坐貨車的前座 他說這個車子安全座椅是放得下的 可以啊 而且這個車子沒有氣囊啊 我們一般前座不准坐小朋友 是因為怕氣囊打到嘛對不對 而且他們家就這麼一台車子 有時候沒辦法 就只要帶小朋友了 當然現在小朋友大了 不需要安全座椅了 這是附帶跟大家一起的 那當然他有這個登車的踏板 那也有這個登車的握把 所以這個車子要上車就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拉一下 好我們這樣就上來了 好上來貨車了之後呢 第一件事情記得先把這個 貨車車門先把它關起來 不然呢 等一下風一吹 這個車門可能會有些問題 好我們進來這個貨車的內部 那我首先注意到的是 它上面的置物空間 像一般像三菱的德利卡 它上面的置物空間 除了這個這張板這邊有個束帶以外 它這邊還有一個置物格 就是有個開口 但是這一台沒有這個置物開口 我覺得有點可言 扣分 然後呢更誇張的是 它這邊沒有那個束帶 我覺得這真的是要扣分 蠻可惜的 但是呢各位可以發現 這台車它的車頂的這個玻璃的高度 相當往後延伸 像有些同級車呢 它的玻璃沒有那麼向上延伸 你在停紅綠燈的時候 因為貨車沒有車頭 你可能看不到上面的紅綠燈 那這台車子基本上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另外呢 既然是貨車 好我們把鏡頭稍微往下拉一點 既然是貨車 所以它的方向盤很平 基本上你可以趴著 你可以這樣趴著這樣子開 當然我們這樣不鼓勵 而且呢 我們在路上也看到很多這種大車的司機 可能趕路就是把便當放在這邊 然後可能邊開車啦 邊吃便當啦 邊將手機啦什麼 當然這是不好的行為 只是呢 這個它的設計 的確可以讓你這樣子稍微往前趴著 一般正確這樣子應該是這樣子開 可是你也可以趴著這樣子開 為什麼 因為這個車各位可以發現 這個車的椅背是不能調的 所以呢 你開車久了 這個姿勢呢 非常疲累 而且這個椅子的椅墊非常的薄 不管是椅墊也好 椅背也好都非常的薄 所以呢 開久難免會比較累 就換個姿勢這樣趴著這樣子開 然後呢 它的指針呢 也是淺顯易懂的 你看這個0到160公里 它跟我講啦 最高當然你開不到160公里 最高開到多少呢 不方便講 因為這個有法規的問題 但是呢這個指針算是清晰易懂 然後因為是柴油的光線 所以它到3500轉就已經是紅線 3500轉紅線 但是其實你開不到這個紅線的距離 基本上你開不到 那麼這個車子也蠻好玩的 這個車子還有一個引擎煞車的系統 因為它有一個燈啊 我們現在把這個車子引擎發動給各位聽一下 它這邊有很多這個檢測的燈 其實有些燈像DPD是什麼 我看不太懂 可能是DPF的意思吧 那我們把這個車子給發動起來 好這一發就動了 這個柴油車非常的耐用 非常的堅實耐用 它是跟我說這邊有一個拨 有一個開關啊 OK好 這開關呢 我們剛剛拨桿這樣拨下去 有一個綠燈亮起來 這是什麼 這是引擎煞車系統 我們剛剛再測試一下 真的這引擎煞車系統真的是有差 但是它不像那種大車 像我們之前拍的那種VOLVO那種大頓位的 它的煞車那麼明顯 它這個多少有一些差異 然後這邊再把它切一下 把它切一下它就洗掉了 那麼至於它的操作的方式 好我們現在先 各位有沒有聽到一個聲音 那個好像是什麼變壓器的聲音 這個有點困擾 我們先把這個車子把它洗火洗掉 好 這個車子各位看到它的排檔頭 它的排檔頭還蠻好玩的 它的R檔在左上 跟一般商用車的配置不太一樣 大部分商用車的R檔是在這個 左左下 那這台車是在左上 所以你在開這個車的時候要稍微適應一下 像我一開始開的時候 也是毛毛的 會不會不小心 這個綠燈起步的時候 就用R檔來起步 什麼的 這個真的要適應一下 然後我們這車友跟我講 他們家還有別台貨車 曾經有一度有三款貨車 這個排檔都長得不一樣 像這一台它的R檔在左上 然後他說有另外一台R檔在右下 還有一台R檔在左左下 或是左左上 這個超級麻煩的 那我自己在開這個車我發現 這種車其實不需要一檔起步 真的不需要 為什麼 因為它的扭力很大 它一檔起步它的齒比很低 除非你在爬陡坡什麼的 然後呢 像我之前我跟租車公司 借Kenda來搬家的時候 我記得它的一檔是整個往下勾的 勾得很下去 那這台沒有 像我們現在排R檔 R檔也沒有說勾得很像 它是行程往前 但是它不會往下勾 然後一檔 一檔也沒有說往下勾 但是通常我們就是二檔起步 只是這跟我們在開轎車的習慣不大一樣 我們在開轎車呢 二檔起步大概是這個樣子 只是它二檔起步變成這樣 在正前方 然後三檔 四檔 五檔 那它是跟我講 這個車子有點可惜 它沒有到六檔 因為會讓你覺得說 我剛剛在開了 其實時速大概五十的時候 用四檔 剛剛好 那當然相對 你在今天開高速 你可能開到八十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需要用到六檔 但是它跟我說 這個車子少了一個檔位 多少有點可惜啊 那麼除此之外呢 這個內部的空間 就這樣子乏散可乘 那我問它有沒有杯架 有 這邊有個杯架 就這個杯架 就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我們有發現 這個車子 開到大概時速三十的時候 就會開始跳 就開始跳 我就問他說 這個杯架 那你如果要喝飲料 會不會撒出來 他說常有的事啊 常常他們把這個飲料一打開呢 喝個兩口 整個撒得滿臉都生 因為這個車子很跳 尤其像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後面呢 是空的 空的車子更跳 那如果說你有四度的載動 他說還好 但是只要路面有點不平 這個車就會跳 所以這個車在喝飲料呢 比較不容易喝 也難怪了 也難怪像台灣很多便當攤 會賣那個什麼 解冰水 解冰水就慢慢這樣 它是跟我講 解冰水主要是那種天氣非常熱的時候 拿來消暑 真的是很好用 尤其像我們剛剛講 這台車子呢 它的這個 這個 這個擋風玻璃呢 很大片 然後呢 太陽比較容易再照進來 夏天真的是還蠻熱 不過好在這台車的冷氣 冷暖氣呢 表現的算是不錯 只是呢 玻璃這麼大便 還是有個缺點是什麼呢 容易破掉 就是你在開高速公路的時候呢 在開冰彈公路的時候 那個石頭 啾砰 他說其實還好 因為這塊玻璃呢 換起來大概四千塊 而且已經換過好幾塊了 好 那這是一台很有趣的地方 它的杯架 那麼剩下呢 它的置物空間呢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跟各位講 就是 我們剛剛說 它的車頂這邊少了一個置物格嘛 對不對 但是呢 這邊也做一個補償給你 我看一下 這個OK 這邊呢有一個文件夾 你看 這個原廠內建 一個文件夾 他說他們公司比較少在用這個東西 而且通常呢 這邊也比較不會載人 這邊就是把它這樣立起來 那可能放一些小雜物什麼的 那中間 中間有個2.4的安全帶 主要是拿來固定他們在車上載的貨物 所以基本上這個車子呢 我覺得它的死角非常的小 這個視野非常的好 根據我開以前開Kenda的印象 我覺得Kenda的這個視野還沒那麼好 這台車真的視野不錯 只是呢 一開始你真的要適應一下 因為這個車子的煞車 這個車是四輪骨煞 所以我一開始我在踩這煞車的時候 又一個緊張 像我們轎車的這個離合器的踏板 跟煞車的踏板 不會隔那麼遠 這個車子呢 還中間還有一個這個方向機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一開始踩 還不能踩到這個方向機 哎呀嚇了一跳 然後再踩到這個時候 踩的比較大力 這個車在冷車的時候 它的骨煞會比較沒有被喚醒 所以這踩的 馬上就停下來 嚇人嚇了一跳 那真的適應的話就還好 而且呢這個車友有跟我講 他說呢他曾經有開過這個車子 這個踩煞車踩下去沒有反應的 這時候人就一顆大冷汗了對不對 然後呢他再放掉再重踩 後來聽一些老司機在講 他們是說 那可能是你第一次續壓有問題 那你趕快放掉再讓他第二次續壓 他就可以改善這樣子的問題了 那這個我也不懂 為什麼這個車子不配四輪 就前疊後骨 後面是用古煞的這個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這個車子不配四輪古煞呢 他是跟我講 因為其實古煞的煞車力道比較強一些 疊煞的煞車力道其實還沒那麼強 但是古煞有一個缺點 像他說之前他在射水的時候呢 那個古煞容易沒有反應 就是你要把那個水把它瀝乾 他才有反應 這是他們開久了他們就會習慣的一個地方 那至於他車裡面空間呢 其實這個頭部的空間也就那樣子耶 像他說如果我們開到這個比較跳的地方 你就像有把安全帶 你可能還會 這個頭會撞到這個天花板 他偶爾會這樣 尤其像我跟他身材都比較高一點 有這個樣子的一個困擾 這也是他跟我分享的一個經驗 那至於呢 我們剛剛說這個車的冷氣暖氣都算是不錯的 所以他也是跟我說 今天你要做個商用車 你基本上冷氣一定要好 因為員工開車開了才會開心 他開的開心送貨才會比較勤快 如果說你這個車子 什麼這個沒有那個沒有 員工開起來是火冒三丈是不是 那這樣送貨就沒有效率了 這是我們跟各位講一下它的駕駛室的一個狀況 那這個車下車基本上一樣這個門把要稍微注意一下 然後我們一樣拉著這個門板 然後我們踩著這個燈車套OK這樣就下來了 然後再把這個車門把它關上 這就是一台很典型的一台商用車 那至於你說駐手席有沒有什麼特殊的配備 答案是沒有 這個車子呢就是這麼經常掛面 頂多是它有個這個3.5V的這個充電孔 不是3.5V啊這個12V的充電孔 然後呢為了因應時代呢 所以這邊還做了USB的這個插槽的一個擴充座 就這樣子耶 這個車其實我坦白說啦 駐手席這邊也沒什麼好做的 也沒什麼特別的配備啊 什麼豪華的速度性配備基本上是沒有的 畢竟商用車還是以送貨為主軸 跟送貨無關的東西呢 基本上這個就能省則省啊 這是他這樣跟我講啊 好 那麼這台車子呢 比較好玩的地方呢 還有什麼地方呢 這台車子 它有 我看一下啊 它有工具箱 什麼叫工具箱呢 因為這台車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台車子它沒有什麼置物空間 所以呢這個車既然都是這個客製化的地方啊 所以像他這個有一個升降的圍斗 那他這邊是升降圍斗的一個開關在這邊 那另外一邊呢 他也請這個師傅呢幫忙打了一個工具箱啊 因為工具箱的好處就是 以前呢像他們這個車子也要綁一些貨物什麼 一些皮帶什麼的 以前就放在車子裡面看起來不是很雅觀的 他現在呢就把這個東西把它放在這個這個箱子裡面啊 這樣子做事情也比較方便一點 然後呢最後來跟各位講一個有趣的東西哦 這個 各位知不知道為什麼這邊要綁皮帶呢 這個我們敏耐也叫做Bling Bling皮帶啊 就是呢開車的時候這個皮帶會打到這個輪胎 那可以把這個輪胎呢刷的比較漂亮一點 刷的比較新一點 那我有問他啊你前輪怎麼沒有綁這個皮帶呢 他說前輪那個皮帶之前 他爸呢這個皮帶綁太長了 結果打到一半那個皮帶被輪胎捲進 皮帶就不見了 那他也懶得綁啊 因為呢有些老一輩覺得 我們開車送貨出去 所以要讓人家覺得這個輪胎很新 可是呢他們又不願意天天洗這個輪胎怎麼辦呢 就用這種東西啊 我記得Scania哦 那個Scania老的Scania 他的那個比較大頓位呢 他這邊還可以裝個塑膠布 只用塑膠布去磨這個輪胎啊 磨起來的確還蠻有精神的 只是這幾年 我們確實比較少看到這種有意思的設計了哦 好的以上呢就是我們今天影片 來跟各位聊一聊哦 這台很有意思的三噸半的車子哦 那當然我剛剛也講了我車友呢 他還有這個 也是三噸半哦 所以我也跟他約好 下一次呢我們來跟各位聊一聊 Kenta這台車子有什麼有趣的地方 到底為什麼當年Kenta會賣那麼好 那後來反而被這個一路發 還有Hino的車子給追過去呢 我們也希望我們下次呢 開到這個Kenta的時候 可以找出這樣的答案 當然非常感謝我們今天車友呢 大方出界的這台車子也讓我試了一下車子哦 的確這個車子開起來 跟我們一般轎車不大一樣 而且呢 我們也非常開心呢 有機會來試這種商用車 因為我發覺網路上在講這種商用車的頻道 並不是很多啦 畢竟開這種車的人 可能也不知道要怎麼介紹這種車子 那像我們會介紹車子的人 可能也沒什麼機會開到這個車子 所以呢 我們還是非常感謝呢 我們的車友大方提供這台車子 給我們來測試 那麼當然也非常歡迎哦 如果各位你手上有什麼有趣的商用車呢 沒問題 只要在我的駕照允止情況之下呢 我都可以來試開一下啊 像我的駕照是小客車駕照 所以我可以開到這個三噸半的這種車子 那如果你是十噸十五噸的呢 就像我們之前拍那個二十幾噸的Volvo 然後我們就請你來開 然後我們也來講講這個車有趣的故事 希望大家會喜歡的哦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節目內容 非常感謝各位的收看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其他精彩的節目 我是Seltzer 我們下午再聊拜拜